咱就说四五十个小时的绿皮车无座票真就那么难熬吗 如果这四五十个小时连车门口都站满了人 那究竟该怎样做才能舒服地熬过这段漫长的旅途呢 于是我打算带着我老姨父在实际体验中给大家寻找答案 体验也把四十多小时的无座再连一张二十小时的硬座透透 那现在咱们就从乌鲁木齐站出发 先来他四十个小时的无座去泰州 再来二十个小时的硬座去沈阳 之所以买到南同是因为不买全程的话 连无座票都买不着啊 当问老姨父四十多小时的无座能否接受时 其实这次原打算是想挑战乌鲁木齐到沈阳 无座小时的硬座 车票都买好了 但是这个车林是停运了 于是我就整出一个更刺激的 带老姨父热热神 老姨父这会儿已经蒙了 在地上来回撞不个门呢 因为直到最后一刻我才说出来 他是卧铺 我才是真正的无座 先目送一下倔强的小背影吧 卧了个豆 这硬座的人都已经排成这样了吧 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是无座 我们看那节车厢人少 上那节车厢就好了 最后一节车厢 最末尾这个地方应该还不错 没有上下旅客的干扰 但是已经晚了 里面已经被站上了 看来就只能在这个角落 度过四十个小时了 在人特别多的情况下 这块就属于好地方了 我要再往上来一会儿啊 估计这地方都强不着 四十个小时 人一直在车门口站着 肯定受不了 这个时候就不要顾及形象了 直接坐地上或坐行李上都行 就往这一栽位 怎么舒服怎么来 最大限度的节省体力 老姨父给我发来喝电了 自己在那边喝上了 这家伙连着给我发小视频的 小啤酒 做压食 不要好小生火 这半宿我竟在这给厕所关门了 快疯了 经常都听着里面 噼啦啪啦啦的声音 这五座的氛围也挺热的 我这小伙子到处分大拉片呢 还给我呢 实在不想吃了 凑走门一开 感觉有点窗味 到吐鲁返北了 人稍微少那么一点点了 旁边的娘俩找空位去了 正好他们一走 我就直接往地上也躺 往地上睡着了 刚才人踩了好几脚 我说的这么多人走动的 原来是到哈密了 下车活动活动吧 躺的那小伙还挺解乏的 穿白衣服这小姑娘 刚才对象在车门口 站大巴晚上了 最后也坐地上了 车门口这些站着的 基本上都是到徐州或郑州下 早上八点 火车到达嘉峪关南站 这一晚上也算是 彻底的熬过来了 我选那个位置还挺舒服的 就是多少带点味 像他们在门口扎一宿 但是又呛听又门听 还不如我这块呢 这大哥乌龙乌齐 买到南童的站票 现在找乘务员理论去了 大哥说短途为什么都有做 他这种长途却没有做 到南童的大哥 刚理论完就上我旁边来吃早餐了 难道我高地得陪他一下子呀 第一次在厕所门口吃饭 要不是在大哥打样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下口 其大哥请的学院呢 俩面包俩鸡蛋 又合了一盒牛奶 又造了俩西红柿 这会儿有整个板筋 那也不啥玩意儿 大哥太生猛了 整了一堆干果 一样吃了一小把 这会儿停的是张叶西站 车门口也挤不过去 拍不了外景了 这赶上过年了 人越走越多 人太多 隔壁车厢热水都用完了 都跑这些车厢接水来了 老姨父过来了 说要跟我换一下子 让我上卧铺 他在这蹲一会儿 这都失明制够票的 也没法换 一会儿让他回去吧 这会儿到西宁了 下了不少 估计一会儿还得补上来 到西宁都12点多了 吃个午餐吧 在这儿待习惯了 吃饭也没有避讳了 我选的位置也挺好 旁边就是热水 对面就是厕所 这堆小情侣 女的就要干脆面 男的吃泡面 在一百天一会儿过去了 下午三点多 火车到达兰州站 这哥们儿是火车迷吗 大哥这是把我这个地方当餐厅了 又过来吃饭来了 跟早餐的吃法还有量 几乎是一样的 搭配的非常全面 大哥说站了已经很辛苦了 如果再不吃好一点 身体该垮了 我还问大哥呢 我说你咋不买飞机呢 这多道罪啊 大哥说飞机的一千多 他又不着急 这才三百来块钱 卖的吃的刚四百多 像我这一座火车 就评论群众人说 飞机不香吗 我想反问一下子各位 难道车厢里这些人 不知道飞机香吗 刚才枪板火挤出来 去一趟餐车 我还请他请老姨 不去餐车吃个饭 结果餐车不比这人少 我还赶紧回来吧 有个大学生也站到南桶 刚才让他帮我看了一会儿包 小日子过得嘎嘎美 订了个盒饭 一会儿让餐车的人 给老姨父送过去 一会儿这不就到晚上了吧 去南桶的大学生听好 还给我官红牛 小孩姐坐地上玩的挺溜啊 这大哥到晚上又来了 给他让地方 让他先吃晚饭吧 今晚看来比昨晚更难熬了 已经连栽位的地方都没有了 到宝极了 下来溜这一圈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差点仅有的地方也被人占了 我仅在让南桶的大学生 坐我旁边 刚给让着的地方 一个女的跨叉下来坐着了 这女的太能挤了 都给我挤站起来了 再坚持两三个小时 这一晚上就熬过去了 终于熬到两天了 站到南桶的大学生 一宿没睡 我把这地方让给他 让他睡一会儿 这小子昨天没地方了 跑车厢连接处站了一宿 到郑州了 乘务员说这家车厢下60多 上70多 我就搞不明白了 这不年不解的这么多人呢 进包大人地盘了 刚才我问了一下乘务员 说这车得到扬州之后才有空坐 到徐州这一家车厢 得下110人 然后再上80多人 大哥是枕头 我又挤过来吃饭来了 这过了徐州 才有卧铺 到南桶的大学生 已经坚持不住 去卧铺了 我这刚躺地上睡一会儿 又让人给踩醒了 到出州呗 这是又来个大满贯 还得保护好我的泡片呢 别让前面人给我踩了 这会儿终于到扬州了 过了扬州之后 在车厢里转了一圈 这人依旧是不少 这40个小时基本上是熬出头了 其实吧 无座飘翔过得舒服点 我那个角落就挺好 下面垫的衣服 或者行列啥的 往这一坐也挺舒服 下车了 跟老姨夫去规合吧 接下来我将带老姨夫 乘坐一次哈泰神车